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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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国家粮还立足以要自给要自足 希望大家就是能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能注重善事平衡 关注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有饭吃吧 很重要 2004年以来 我国的粮食生产实现了15年份 几年的粮食产量有望继续第五年超过1.3万亿剂 口粮实现了完全自给 国务的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%以上 粮食的库存充足 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 应该说是坚实的 我国实现了从温饱不足 到全面消耗的历史性跨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